在处理像这个List 或者像后面有个Dictionary 里面到底存了什么东西 其实说真的我们有时候 程式跑完之后 你也许看到结果了 但是这个里面的过程 有时候你还是不太清楚 那怎么办呢 教各位一个方法 假如我们在这个画回圈之后 你可以设个中断点 那这个设中断点的目的 主要是说你程式可以停在这个位置 去观察 比如说我要观察什么呢 观察这个变数里面的值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透过这个中断点 去看到这个里面到底存了几个东西 因为如果你没有设中断点 程式直接跑完之后 你会发现 到底里面是什么 我好像有点搞太清楚 但是我如果要观察某个变数 尤其这样类似的话 第一个你可以在第八行 这个地方设个中断点 第二个你可以点选这个 debug mode 这个有时候同学可能会迷路 因为这个Eclipse 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个除错的功能 但是它缺点是说呢 它可能切过来切过去 它这个现在是编辑模式 它会跳到debug模式 所以第一个执行的时候 可能你要设定 就流程第一个先设中断点 中断点的位置 基本上就输入完毕 假设输入完毕之后的下一行 第八行 再来就点选不要执行 因为你执行的话 它还是跑 它不会中断 所以如果说你要让它执行的话 记得就是中断的话 中断点一定要配合这个除错模式 那除错模式的话 它会出现这个有个debug start 然后它有一个什么pid 然后你要输入资料 比如说我输入资料 假设输入四笔资料好了 最后一个是-1 输入完毕之后呢 其实就是跑这一段 所以你会发现因为没有射中断点 它还在跑 那你按Enter之后呢 因为跳离了嘛 所以它会跳到哪一行呢 跳到这个地方 刚好跳到这一行呢 因为我们前面有设个中断点 表示程式请你帮我停在这里 它会跳出一个画面 反正问你说你要不要切到 那个debug模式 当然要 我要看一下里面的变数 OK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它会从编辑模式 跳到除错模式 特别注意 其实Eclipse不是只有可以写Python 其实以前写Java 写其他 PHP也可以 像那个Servlet C++等等的都可以 除错模式也差不多 那它会切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原来那个Skull里面的资料 本来是空的 那我现在要怎么知道 它这个Skull的变数里面 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在右上角的地方 这个视窗里面呢 就是会告诉你目前程式执行里面所有变数的相关讯息 那你可以往下找 里面就会有一个叫Skull的一个变数 就这个 你把它点选下去之后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 这个Skull里面目前放的就是这些资料 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清楚了 所以 尤其像你在处理那个程式 常常有同学 怎么样呢 就程式有bug 那有bug就会说 老师程式有问题 我说哪里有问题 其实很简单 说真的 像我自己程式有问题 我就会在程式出现错误的那个地方 先设一个中断点 稍微看一下 答案就出来了 真的不要用你的大脑 去模拟电脑 因为说真的 你用人脑模拟电脑 你很快头就晕了 而且很快就疲倦了 我是觉得 写程式可以简单一点 而且可以从容优雅一点 很简单 错没关系 设个中断点 看一下变数就知道了 因为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 到底里面放什么 甚至你有一些放错误的东西 你也不知道 OK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看到之后 大概就知道 原来它的 如果用LEN的话 它可以知道 Return回来的值就总共五个 对不对 那五个最后一个我不要 那我就等于减掉一 OK 这样就很清楚了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我们 那当然你可以怎么办 如果你要让它继续往下跑的话 像我这边有时候会多点几个 让它可以慢慢跑 慢慢跑的主要用意是 可以慢慢再去观察程式的变化 然后呢 进而找到程式的错误 这个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懂的中断模式加除错 那你可能就找不到错误了 即便你再怎么乱踹 还是找不到 所以有些时候 有些工程师真的不会用除错模式 但是他程式写出来 最后还是交差了 可是有时候你问他说你的bug在哪里 他居然回答说我不知道 我乱踹出来交差就对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可是这不是长远之计吗 你一定要先怎么样 彻底了解你到底错在哪里 所以假设你要往下一行你可以执行 如果你要离开的话 你可以把它terminal 就是把它停止掉 再切回来 这样就恢复了 再来怎么样 把中断点拿掉 OK OK 这个部分我要顺便讲一下 因为如果你不了解除错模式的话 很多程式只要有错误 你就会不知道错在哪里 OK 好 这个是第一个 再来等一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有关那个 就是字典档的部分 那比如说我假设要输入一些资料的话 除了可以用lister之外 你也可以用那个什么 用字典 字典的话呢 就dictionary 然后呢 他基本上呢 跟lister最大的不一样是 他会多一个key跟value 在lister的话就一个资料 放一个空间 他是什么 一个空间就放一个key跟value key的话呢 就是有点像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怎么样 用key去抓到他的value 所以这边的话 假设我们后面有个范例题 那这个范例当然我们不用输入 直接就是先把资料 把它丢到那个dictionary里面 那dictionary里面 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几个地方 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这边一样 请各位一样按右键 新增一个什么 你有一个新的module 名称也许叫什么 dictionary show 一好了 那是这个名称 那如果说我要使用dictionary的话 有几个特别的地方 一 我的dictionary一定是用大瓜糊 OK 这个是固定的 那第二的话呢 里面一定会有个key 前面是key 冒号后面是value 将来你可以透过key 去抓到后面的value 那前面的东西不见得一定是字串 你也可以是数字 也可以其他其他资料形态 所以key value 那假设我今天要放总共五个学生的资料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这个学生几分 逗点 这个学生几分 那前面三个可以直接放这样 那另外还有一种新增字典档的方式 就是dictionary中瓜糊 中瓜糊里面一样是一个key 后面一样成期 这个是第二种方法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用第二种方法 直接把第一种方法用到 就是把第四个同学呢 用那个什么呢 用原来的方法 可不可以啊 你说你也可以这样的 这样子 有没有 其实也可以 两种方法都可以 OK 这边 我这边附置 这个方法 跟这个方法 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视情况而定 比如说你这个网路 从网路上来的资料 那你可以建一个key 一个value 一个key 可能用这个方法会比较OK 用上面的方法可能就比较不OK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弹性 那这个可以把它什么呢 Ctrl加斜线 这个mark起来 所以下面这一行 做法跟这个的结果会是一样的 OK 这边再加一个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把那个key跟value 也讀到一个list里面 最后把它输出 所以我希望把成绩 总共有五个同学的成绩 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 一个dictionary 1 这个是一个变数 那最后的话呢 再利用什么呢 把这个dictionary里面的key key指的是前面的东西 放在list里面 value呢 放在这个list里面 这个前面是一个list 等于是说 他本来有两个东西 我把它切开来 一个放在key 一个放在value 最后再把它全部 再把它直接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结果大概是长这样的 就是这个人的成绩为多少 这个人成绩为多少 那可能有时候同学可能想说 老师 这个有时候跑太快 可能不太了解 到底里面变数放什么 你可不可以让他程式放慢一点 可以啊 射中断点 模式 按这个 尤其是 真的尤其是像dictionary跟list 很多同学 可能城市看完了 但是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没关系 你可以让程式停下来 停在这一行 这时候请各位观察一下 这边有没有dic 往下 有没有 这个时候dictionary 会放什么 就会一幕了 有没有 就放这些东西了 当然 除错模式的好处就是 本来看不到的东西就看得到了 真的啦 没有那么复杂 有时候其实真的不用拆的 很多同学 这里面放什么 应该是放这个 其实不用拆的 那你可以怎么样 那现在list key 现在也没有 没有嘛 所以把它执行下一行 因为我停在这里 他还没执行 执行 意思就是怎么样 把dictionary里面的key 帮我放在一个list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他是做什么呢 把那个 前面的这个 就是把它切割 里面就放前面的名字 下面这个呢 就放value 所以再执行一个 你会发现value部分 看一下value value就放这些 所以你会发现 他就把key key跟value分加了 有没有 所以以后 dictionary 因为有两个资料 那如果你要把它分开来的话 一般是什么 把它变成两个list 然后再分别处理 那当然这个dictionary 跟那个网路开放之后 那个jackson档非常像 所以如果你网路上的jackson档 要直接抓下来 一般会放在那个什么dictionary里面 当然你为了要处理的话 你可以把它分开来 那以后要输出的话 就直接怎么样 一样跑个回圈 再把key value里面 当然你可以第几个 第0个 第1个 第2个 第3 分别把它直接输出 结果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 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他也这样一个 因为我这中断点 所以他一个一个慢慢输出 先输出第1个 再输出第2个 以此类推 OK 所以请各位 也是一样 利用 我们这个dictionary 那顺便了解一下有关那个 就是中断模式 中断模式 1中断2切这边 切过来之后 他切过来这边 那你记得 切回来的话 就点这边一下 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不好意思 刚刚画到刚画面 OK 你看的第1行跟第3行 那个大瓜糊跟小瓜糊 你不是都同样宣告的dictionary 1 对啊对啊 它不会被覆盖过去 所以你看哦 这个符号很重要 如果我是大瓜糊的 就一串的 如果是中瓜糊的 表示我是额外增加的 他会帮你把这个增加到后面去 就对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了 所以你可以透过什么呢 透过这个符号 有没有 去 做不一样的用途 OK 那一般你说他哪一个 比较OK 如果是整串进来的话 那你可以把资料 从Jackson挡进来 Low进来之后 记得就是前面一定要给他一个大瓜糊 后面给他一个后瓜糊 他就帮你整串 全部放在这个diction里面 好 那如果说你要一个一个切也可以啦 像那个Jackson里面有Jackson物件啦 物件也可以啊 他一个key进来 一个value key value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也OK啦 所以 就是看说你的来源 到底用哪一种方法处理 比较简单 因为不同的工程师 他习惯的方法不一样 所以写出来的程式也会不一样 OK 那我的习惯是 反正我就挑一个 写出来程式最简洁 最容易 我自己最容易理解的那个方法 就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有时候写程式 最后呢 写完之后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风格 记得你要自己 因为我习惯的风格 不见得是你习惯的风格 所以有的时候你自己也可以抓一下 我基本上都会讲 但是哪一个比较好 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习惯 去做程式的撰写 有时候写一写 这样写好像太啰嗦了 好像那样的方式比较好 所以你可以自己在 想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可是以前常常这样 写简单的 可是程式虽然短了 但是好像自己很容易写错 所以导部多写几行 程式比较不容易错 你可以做这种取舍 OK 这样应该OK吧 OK 所以画面先还给你询问一下 你刚才记得Jason Dung Jason Dung 他其实就类似像这种 Dictionary的格式 那一般其实会放在网路上面 去让那个 程式去抓取 的一种开放资料格式 你可以搜寻一下 JSON JSON档 应该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那主要出现是 应该是跟JavaScript 比较有关系啦 因为我们在 档案跟物件之间要做资料交换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用JSON会比较简单 就会用JSON的开放资料交换的时候 我一直在这种开放的表面 我会用JSON的开放的表面 我会用JSON的开放的表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